欢迎收看ModdyDJ基金周报 为您回顾上礼拜国际金融情势 以及有哪些指数几近强弱势排行榜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但疫情严重的国家出现缓和的迹象 加上联准会宣布2.3兆美元贷款计划来支持经济 激励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2%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11% 而石坦普500指数更是创架1974年以来最大单州涨幅 美国白宫讨论对于航空业援助计划 也带动航空表现最佳 而原油减产幅度虽然不大 但减产一事也带动能源相关指数表现不错 而中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放缓 低于预期压抑入股涨势 而另外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扩大至 -1.5%下滑幅度大于预期 紧接着看到CRB商品行情方面 尽管OPEC Plus会议达成初步的协议 预计将在年底前陆续减产 但减产的幅度未能符合市场的预期 油价历经前一周大涨后回跌 CRB商品小幅下跌0.11% 加上部分会员国减产态度消极 市场评估这样子的减产规模 恐怕无法解决目前供需失衡的问题 油价转为下跌 收在每桶22.76美元 而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提振 基本金属需求前景 创下一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在金价方面联准会再推宽松政策 随着美元走软 全球央行政策面极度宽松 加上就业指数恶化 避险需求增加 激励金价大涨突破1700美元大关 使坦普5百11大类股全数收高 零售业科尔百货及GAP涨幅超过6成 而奢侈品集团Carpin Holding 暂时猜测北美零售电源 预计将在6月1号恢复门市的营业 也大涨接近6成 埃克森美孚及马拉松石油 削减今年资本支出 股价同步上扬 而科技类股以硬提股 涨幅居前苹果股价收高11% 而智普半导底表示 疫情比3月初预期时更严重 预计低际营收将会有些压力 虽然一度压抑股价 但周线仍然上涨超过18% 而然而云端视讯会议服务商Zoom 收到市场担忧隐私权的问题 股价下跌将近3% 接下来带您看到 基金绩效及铁资金流向的部分 接下来带您的观看 最后来关心本周财经观察重点 以上是ZoZoMoney DJ基金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 ند声 接下来带 前 Mills